欢迎收看TNT快报 巫统最高理事会上星期五议决 今年必须大选之后 传闻首相伊斯班沙比利将在今天 觐见国家元首 不过国家王公已经否认了这项传闻 根据自由新日大马 国家王公总管阿莫·法迪说 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 目前仍在国外 因此没有安排会见首相 他说这是假新闻 元首还在新加坡 昨天前巫统敦拉萨镇区部秘书扎哈林指出 伊斯迈将在今天觐见国家元首 马来西亚《前锋报》以及《阳光日报》则报道 伊斯迈将在今天会见总检察长伊德鲁斯和警方 商议大选事宜 伊斯迈·沙比利也是巫统副主席 巫统上个星期五议决必须尽快解散国会 并在今年举行全国大选 因此首相将向国家元首建议解散国会的日期 坊间揣测 首相可能会在10月7号提成裁案的几天后 立即解散国会以举行大选 纳吉的律师限定内政部 明天中午12点之前回应是否逼准纳吉的上诉 以便允许纳吉出席国会 否则他们将会采取法律行动 纳吉律师透露 监狱局上星期驳回了纳吉要求出席国会的申请 今天早上伊莎阿兹哈表示 如果监狱局允许纳吉暂时离开监狱 那么他依然可以出席国会 纳吉律师沙菲伊透露 监狱局是基于安全因素而拒绝让纳吉出狱 不过沙菲伊认为这个理由并不符合逻辑 成新党议员汉里巴就建议议长阿兹哈允许纳吉来国会 条件是纳吉必须戴上手铐 议长听了这个建议也忍不住笑了出来 感谢 那其一马公司案的辩护律师 今天在法庭上出示两份信件 试图证明流入那其账户 超过11亿美元的资金 是来自沙迪阿拉伯王氏的捐款 辩方律师爱完祖丁 今天在吉隆坡高庭出示两份 据说是沙迪阿拉伯沙乌王子 寄给纳吉的信件 当中赞扬纳吉对伊斯兰的贡献 其中一封信件的这期是 2011年11月1号 当中承诺捐款3亿7500万美元 另一封信件则承诺捐款8亿美元 这期是2013年3月1号 辩方律师爱完祖丁朗读信件内容说 这份礼物不该被视为贪腐行为 毕竟这违反伊斯兰习俗 这只是个人的谢意 希望这份礼物能够鼓励你 在全球宣扬伊斯兰 面方上星期已经出示了一封 据说是来自阿拉伯王室的信件 当中承诺捐款1亿美元给纳吉 无论如何这三封信件 都没有被法庭正式列为呈堂证据 阿兹敏早前不顶名的回响说 愿意和公政大主席安华 或安华的家属一较高下 不过安华叫阿兹敏先顾好自己的选区 安华昨天授寻时不愿理会阿兹敏的挑战 安华还说阿兹敏将在捍卫俄卖国会议席时 面对硬仗 安华早前透露 他准备在来接大选攻打公正党或西蒙叛徒的议席 甚至准备到阿兹敏的俄卖国席上阵 阿兹敏昨天早上在雪州土著团结党的活动上不点名的说 他愿意跟安华甚至是望阿兹杀或鲁鲁依杀一较高下 阿兹敏曾经是安华的追随者 但是在2018年公政党党选后两人逐渐反目成仇 2020年喜来登政变 阿兹敏率领一批公政党议员退党 成为西蒙政权垮台的原因之一 阿兹敏后来加入了土著团结党 导致俄卖国席变成了土著团结党的议席 乌统巴西沙勒国会员达祖丁被乌统冻结党籍六年 他今天在国会被其他议员询问 是否还有机会在大选时上阵 但是达祖丁笑着说冻结党籍又不是绞刑 人还没死就有机会复活 吉他大臣山路西下令 禁止在州内举行违反礼仪的演唱会 上主席今天批评前天年轻人周末性 Muda Moody Weekend Fest的演唱会违反礼仪 一群年轻人在那里疯狂跳舞 因此这项禁令即日起生效 社交媒体流传的影片显示 这场活动的参与者随着音乐起舞 但有人批评伊斯兰党执政的州属 为何允许举办这样的活动 尤其是有关场地还靠近清真寺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Kinti快报 更多的极限内容 记得留守Kinti快报的YouTube 和面子书和IG 我是许国荣 我们再会